大家好 我是杰克 欢迎来到节气的乐章 我们自从春节开始之后 跟大家从历春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们收到很多朋友的反馈 他们觉得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就是用这么简单的方法 可以达到身心的一些变化 然后快速的跟上地球的节气 所以他们一些反馈 我也非常感动 同时他们问的一些问题 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简单回复一下 上一次我们在3月20号的时候 谈到春分 有些朋友他比较反应 他说春分的时候真的好想睡觉 怎么样好像都睡不饱 记得我们在春分的第一句话 打油是讲什么 春夜苦短不觉小 这句话就代表意思 其实白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想睡觉 而且晚上睡觉时间都觉得梦不够睡 在春天的时候 大气的气温已经回升了 所以我们的表面的温度 人体的表面温度也提升了 所以氧气很多运作都会在身体的表面 其实我们内在的氧气 尤其是脑袋的氧气都缺氧了 所以身体还没有跟上节气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昏昏沉沉的现象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 有一些朋友问我说 哎呀 那杰克 我们这个有时候在练一练的时候 初期感觉很好 那可是为什么这个时间大概过了加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好像我的身体又回到我原来的状态 那其实蛮简单的 我跟大家反馈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阳气唤醒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阻塞 其实没有办法让阳气很顺利的能够回升上来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 当然了 如果你愿意把从阳面开始 从立春开始 所有的功法 在你有空的时间练习一下的时候 我觉得就应该就已经会很好的一种展现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最起码把这个节气跟上个节气混搭的再多练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时间不够 就练这个节气就好了 因为说真的 我们平常我们吃的食物也好 我们平常生活习惯也好 或者工作压力 其实我们的生理状态本来就起起伏伏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你可以多练习这种阳面 阳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证明 有关于春天跟夏天 这个平常有空多练练 当然我这个功法里面都建议上早中晚 其实这个功法如果你好好练 大概差不多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让你觉得阳气的唤起 就可以让你身体达到一种 跟地球的节气能够相互呼应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第二个跟大家反馈的地方 第三个我们上次讲跟大家介绍 就是那个春分的打油是叫做 春夜苦短不觉小 左右开张洗书干 各位记得吗 就是这样子 四十九下 大概差不多三十秒的时间 睡心睡眼睡品质 就是怎么样 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也记得要把心先睡 我们睡然后眼睛才有办法睡好 那这个睡觉的品质才能够提升 所以这个柔 这个旋转太极在春分这个部分呢 上次我示范的时候 是因为我带一个小花 在我们的坛中穴的部分 所以我在柔的时候呢 为了刻意避开呢 就有些朋友问说 是不是柔的方法就要像我那样方法柔 那我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 不是的 我柔的方法是 就是柔这个部位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右手 就按照这个顺时钟方向柔 然后发 这样九下 然后呢 这个方向 逆时针方向柔 靠左手的时候是 所以用手呢 是贴着我们坛中附近 这个地方 然后顺时针跟逆时针 各绕九下 我相信这样的练完以后呢 其实已经接到很多朋友的反馈了 真的有那种让自己的身心 很安定的感觉 而那就很容易去帮助睡眠 所以在 而且这个对于梳干的效果非常好 那不知道上次 大家有没有把那个春分那个音乐 Bloom那个音乐 好好去听 然后配合那个音乐 然后如果你也愿意在里面发声的话 就感觉真的非常好 那会当你整个干气上来讲 这阳气到上来的时候 在干气的时候 把这干气稍微舒缓开来 然后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讲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在我们中国人来讲 非常重要的节气 叫清明 接下来我们谈到一个 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气 叫清明 另外甚至我们还为了节气 成立一个叫做清明节 清明我也为了这个清明 这个节气呢 我写了一个打油诗 简单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万物皆显 踏清油 双肩花开 展心运 天清地明 输干气 大口唤气 在清明 那待会我会简单的跟大家说明 这个打油诗怎么样蕴含 这个生法与功法 怎么样让这个 整个在清明这个环境 就是我们这个上半部这个地方 可以得到一种很好的舒朗 那万物皆显 踏清油 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清明这个时机的时候 其实大地的阳气 已经慢慢上来了 整个来讲大地也回暖了 所以桃花 你有机会到郊外看看 很多的花都开了 不光是桃花或杜鹃花 桃花 湛开 然后羊柳开始泛清 就是怎么样 草木已经开始都萌芽了 而且是快速的增长了 所以这种寒气 或那种冬天那种枯木的感觉 其实慢慢都没有了 其实到外去看 到处都是万物蓬勃生发的一种现象 所以气温升高之后 雨量也多了 那也是一个春耕 这个播种的非常好的时节 那有一句俗语叫做清明断雪 那古雨断霜 清明下一个时节就是古雨了 所以在清明的时候 其实我们基本上跟下雪 这个缘分就大概就断了 那古雨大概连霜都没有了 所以清明这个时节 其实万物都长得非常快 在中国内地 假如有长重脉的话 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可以 长两三节起来 所以非常快 清明这个时期里面 其实我们就很重要 我们在中国人就是常常要去 在清明时期要干嘛 就是要记住扫墓 为什么选这个时期呢 因为这个时期是非常适合出游踏青的阶段 你在外面踏青的时候 你感受到大梯这种风吹过来 或者是万物之长这种气 这种大梯的气 其实在那里对身体的换气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过程 所以清明节去走到户外去记住 去扫墓 其实完全符合这个节气 所以除了各位在清明节 照传统习俗去扫墓之外 其实也很鼓励 大家到户外去走走 干嘛呢 去跟上大梯的节气 在因为整个大地 清明时期的时候 大地渐暖了 最重要的叫做热气会上升 热气上升 热气又干嘛呢 热气会生轻 轻 就是我们讲 在皇帝的经义里面讲说 寒气升灼 热气升轻 所以热气一旦升轻的时候 清明的气就会上升 那这时候有感觉就是什么 天清气明 这时候非常适合在户外走走 去把我们身体的气做点调整 跟大地有些共振 所以这种天清地明 就是天气清 大地明 相对于身体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肺 要能够清 什么意思呢 天清地明 重要关节是什么 这个云的部分 要能够稍微消除掉 那在云的部分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在中医的肺经里面 就代表一种很好的说明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在身体的部分 这个部分叫上焦 上焦 大家清明节的时候 就在上焦要保持清明 那有古书有句话叫做 云出天气 天气通于肺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要上清 下明 中尿中心 这个云的部分 要能够怎么样 要能够通气 那云通气呢 在中医里面 就跟肺经的云门穴 是相关的 云门穴到底在哪里呢 刚好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云门穴 左右都有一个云门穴 那云门呢 是我们肺经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穴道 同时呢 这附近还有个叫中府 就在这个附近 所以我们虽然不是中医 是大概我们知道 云门中府的位置 尤其是云门的位置 云就是天上的云 门就是门户的门 云门穴 刚好是肺经 所以我们要 让这个肺的气 也是我们人类 肺物的肺 也可以讲 心肝脾肺 肺 刚好都知道 肺气能够出去的时候呢 其实跟云门穴相关 所以在我节气的乐章里面 特别跟大家提到 在清明 这个节气的时候 跟人体相共振的关系 就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云门穴的附近 那到底怎么样做呢 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肺经里面很重要 比如说你肩痛不能举的时候呢 他们针灸也是扎这个云门穴 这个附近 或者你气上冲心的时候呢 也是跟这个云门穴相关 那基本上肺经属于肺 是属于金 金木水火的金 那我们知道春天是跟肝气相关 因为春天是属木嘛 木干江 然后金可以克木 就是这个肺 这个金可以克这个木 什么意思呢 肺属金 肝属木 其实肺的氢素下降 氢素就是干素的素 氢是清洁的氢 氢素下降 可以抑制肝羊的上抗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云门中斧就非常重要了 那怎么样做呢 其实我们先有个暖身的动作 叫做双肩花开 崭新韵 那怎么样做呢 其实双肩花开就是这样 这样转 这样顺的49下 然后逆时针 一样49下 这样目的是梗嘛 先把这个 因为我们肩膀 这个气 其实我们的位置都差不多 谭中穴以上 我们现在到清明 清明大概就是谭中穴以上 这个地方 我们上交的部分 要把它清明开来 清明开来 最重要就在云门跟中府 这个位置 肺经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先做暖身 这样49下 然后回过来49下 大概差不多各30秒钟 所以逆时针30秒钟 一分钟的时间 你先把云门跟中府 这个地方呢 松开来 那接下来呢 就非常重要了 叫做这个 我们讲天清地明 输干器嘛 我们要开始要把天清地明 要弄清楚的时候 就把云门这个地方呢 稍微要给它打开来 换器 那大口换器在清明 到底怎么做呢 那我提供一个很有趣的方法 大家可以试试看 而且做完以后 突然觉得脑袋就清明了 为什么 因为阳气在上来的时候 到谭中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透过春分的处理之后呢 干器得到一种舒缓 但是呢 还是有些 这个干器舒缓 还是有些这个干器 萦绕在这个谭中的地方 怎么样呢 真正可以舒缓开来 其实只要把这个云门 这个地方做一点处理 那你会发觉 整个这个阳气上来的时候 你脑袋就会比较清明 那到底怎么做呢 大口换器在清明 所以你要靠 敲击的一个力量 或者是这个呼吸的力量 让这个 这个云门跟中辅之间呢 得到一种很好的舒朗 所以这个大口换器在清明的 我有几个做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这个两个吸 一个呼 这样的话才有办法达到大口换器的效果 把我们的肺气 肺物的肺 或者我们肺脏的肺 的气可以排出来 然后一排出来的时候 在云门这个地方 一排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云一旦清了 这边云一旦清了 基本上就会上清下明 那这个清明这个部位呢 就云都打开来之后呢 我们阳气就可以持续上升 那基本上我的用法呢 就是用我发明这个大花 大花旁边有这个铜片 还有我特殊材质处理的技术 我像很多人一样都有不同的感觉 因为每个人共振态不一样 那你可以用这个大花 这个类似像刀疗法 这个铜片的这个 去风的一个地方呢 轻轻敲这个云门跟中斧这一块区域 各位不用太纠结 一定要准确地敲 云门跟中斧的穴位 没有关系 我们叫他把这个部分的时候 敲松开来 就用这样的方式敲 那怎么样大口换气呢 要吸两下 然后吐一下 我示范给大家看 就像这样 用这样子 左边也是一样 吸两次 吐一次 所以你哈的时候呢 你一样敲下去 把那个气排出来 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很快 你脑袋就清明了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 我发明的大花的时候 没有关系 你用你的手 记得 手的时候呢 用这个 我们这个拇指 这个指节 这个地方 会有些帮助 就这样子方式呢 来敲 敲这个云门跟中斧 这样的话 那个刺激穴道效果比较强 如果你觉得 用这个指节来敲的时候 还是有觉得有点强度的话 你就很简单 就轻轻地 用这个平面这样敲 也可以 那如果你承受得了的话 就稍微用这个指节的部分 这样 是吧 左边 一向 用这样的方式呢 你会发觉 我们怎么样 双肩花开 展新运 大口唤气 再清明 所以我介绍了一个 很好听的曲子 这个曲子到现在 已经有50年了 那这首曲子呢 我想年纪稍微长一点 听过 年纪轻的可能没有听过 但没关系 那首曲子呢 叫做 Beautiful Sunday 就是美好的一个星期天 美好的青天 下期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好可以出外走走 所以那首曲子听的时候 你会发觉心情特别好 就好像天晴气鸣一样 所以听到曲子过程里面 前面有个前奏 这个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前奏的时候 刚好可以来怎么样 双肩花开 那一旦进入主旋律的时候 你就开始 然后后面又有肩奏 那时候呢 就开始这样 一开始就可以在双肩掌 然后呢 到这进入主旋律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 你会发觉那曲子短短的 那你从开始这样的暖声 然后再轻敲 然后暖声再轻敲 然后大口唤气 真的 你这个整个感觉 整个做完曲的 大概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你整个人都清明起来了 所以呢 马上就可以跟上大地的节奏 所以整个总结起来呢 在清明这个节气里面呢 这四句打油是叫做 清明节显踏清游 双肩花开展新运 天清地明书干气 大口唤气再清明 各位记住了吗 也希望透过这些很简单的 一个生法 一个功法 可以用大地的共振 和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共振 可以互相结合 让我们跟上大地的节气 然后让我们的身心 得到一个很好的舒展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下一个节气叫什么 就是我们春天最后一个节气 非常重要的古语 那这一次清明节 刚好的4月5号 我们到古语那天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我们春天最后一个节气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